東港華僑市場外頭將近十名遠景 出入口站崗 取締貨車 紅線或人行道圍庭 也驅趕遊覽車 因為外頭只有兩線道 假日遊客又多 但偏偏送貨商 圍庭卸貨情況嚴重 警方展開嚴格取締 攤傷傷透腦筋 也不能說警察不對 也不能說 信貨的人不對 因為那邊真的比較方便 那麼重的東西 你家人用那麼遠 牠們真的是 是說不過去 交通是有比較好 但是我們來講是比較不好 現在是暫時比較不習慣 可是你要習慣以後 就比較不會 警方嚴格取締 華僑市場違規停車 交通確實比較不擁擠 但攤商跟司機們 確實很不滿 因為市場所提供的 卸貨車格 只有少少的兩個 送貨叫苦連貼 紛紛在網路上留言 不能卸貨怎麼做生意 要管制 但是也要用電腦 應該要規劃卸貨區 沒有卸貨市場 要怎麼營運呢 那本分局已經協調餘位 增設卸貨停車格 那以供攤商來卸貨 與市場經過協調 會想辦法租建場地 作為卸貨專區 但因為華僑市場 交通混亂被詬病已久 警方大執法不手軟 攤商只能暫時提早卸貨 以免全部卡在一起 度過黑暗期 記者中說王書宏評寬報導